2485.62点,这是沪市自2015年6月调整以来的又一个新低水平,然而,从沪市5178.19高点调整至今,累计最大跌幅已经达到了52%,但是,与沪市市场相比, 深重成绝三年多来的累计最大跌幅达到60%,中小板指数以及创业板指数的累计最大跌幅分别达到59.8%,以及70.2%。 多年来,市场投资者把更多的眼光投销了沪市市场,并以此作为A股市场的主要参考指数,但是,考虑到沪市权重股占比较高, 而以四大国有银行、中国平安以及两桶油为代表的超级权重股的持续互拍影响,实际上沪市指数已有失真的迹象,而对于深市市场,反而更真实反映出整个A股市场的表现概况。 截至目前,沪市市场已出现24.82%的年度跌幅,深市市场的年度跌幅更是达到35%左右,面对目前股票市场的年度跌幅水平,实际上也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表现。 然而,在过去10年时间内,2011年的股市年度跌幅与今年有所接近,但是从现阶段的市场环境分析,目前股票市场所面临的问题,却要比2011年,等股市环境复杂不少。 对此,在沪市失守2500点,沪深市场两容余额,失守7900亿元的当下,有几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其中,对于股市就与不就的问题,需要有一个明确性的态度。 或许,对于当前的A股市场,试图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手段,完成自我调节的过程。 但是,从最近一段时期的股市表现分析,借助市场的力量来调节股市的走向,似乎显得一不从心,甚至可以认为在极端的市场环境下,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已经处于失效的状态。 而对于当时的自我调节能力的A股市场,则需要考虑就是的问题,而在就是的问题上,仍需要有一个明确性的态度反馈到市场身上。 再者,IPO发行常态化究竟还是不是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,这同样影响到股市投资信心的修复过程。 从实际情况下,虽然IPO验色湖泄洪问题已经延续多年时间,而加快IPO验色湖的泄洪速度,尽可能完成股票市场、IPO随报随伤的发行模式,可能会是一项颇致战略性、历史性的重要事件。 或许,这也是股市加快从何准制,想注册制过度的重要契机,但是,关键问题,则是在于注册制究竟是,不适合A股市场。 本身是否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,类似于熔断机制,不任性运用到A股市场身上,而最终导致股票市场的非理性下行。 与此同时,对于IPO发行常态化,虽然现阶段内每周一批次,每批次募资1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市场的实际冲击影响不会很大,但在熊市环境下,还是终在心理层面上的冲击。 不过,对于IPO一中一批次的发行节奏,并非一种固守的模式,仍需要考虑到市场自身的承受能力。 由此一来,市场对IPO发行常态化的看法,并非关注IPO募资多少,和发多少本身,而是在于政策监管,对股票市场的知识态度问题。 与此同时,在股市持续非理性下行的过程中,加快触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预警线,平仓线的风险。 或许,这也是对前几年刚感牛市下,对A股市场上市公司,无股不押风险的集中处理。 从最近一段时期奔系,质押率较高,且无力补充质押物,保证金的上市公司,最容易触发股权质押平仓风险。 但不排除部分大股东借次变相减持,提前完成套现的任务。 但,对于这一风险的集中爆发,往往容易导致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,而平仓盘的密集释放,更是对部分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,产生很大的冲击影响。 对此,部分地区,尤其是具有经济实力的地区,开始采取持缘的模式,试图减缓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风险的集中爆发。 但引入地方国资,并非完全解除了质押危机,而对于债务产生,缺乏流动性等问题,依旧成为当前不少民企上市公司的核心问题。 换一种角度思考,若不从根本上改变部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, 与盈利能力,那么短暂就住之后,股价仍会存在下行的风险,甚至无力偿还近70元的几块资金本息。 需要注意的是,我们仍可以关注到A股两融余额的快速下滑,且失守8000亿元的关口,这也是今年来了A股市场两融余额的生命线。 对此,在股市非理性下行的过程中,不仅对部分高杠杆资金构成了沉重冲击,而且逐渐牵涉到部分合规融资资金,而融资盘财大效应的加剧,却或多或少加快了股市的下行速度。 除此以外,在全球股市走向相对稳定的环境下,A股市场却出现持续非理性的调整,这本身并非正常的现象,并不能够把太多的责任归就于外围环境身上。 或许,对于A股市场自身的问题,更容易引发股市的跌跌不销走势。 其中,例如接连不断的减持潮、套现潮,这似乎成为老股票市场的一项长期包袱。 在高速IPO环境下,实际上意味着减持潮,套现潮不断涌现,而现阶段内,A股市场的重要问题,并非IPO验色湖的现红问题,而是巨量限售股验色湖的解禁问题。 此外,从另一种角度思考,即使上市公司股票价格自高类缩水大半,但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、高管依旧坚定趴上股票,这本身还是反映出A股市场时股成本不对称,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 或许,经过这一轮的非理性调整行情之后,需要对以往股市局部造附效应模式的全面整改,大幅提升资本利用股市变向套现,变向投机的成本。 股市失守2500点,短时间内股市接连失守多个重要关口,而股市走势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与企业盈利状况的表现。 虽然A股市场有着市场化改革的决心,但在极端非理性的市场环境下,必要的就是还是很重要的,但关键所在,还是需要拿出实质性就是的举措,例如实质性减税减负,设立凭准基金,改革股市交易制度,进一步延长现售股减进时间以及放坏IPO等,而这系列举措仍需注重实质性与有效性。 更需要总结以往的就是经验,尽可能减少就是之后的后遗症问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